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最近也很紅的就是學程式的部分 事實上這個學程式的部分我們現在 各位雖然裡面有被用到 所謂的裡面有被用到是因為它在2017年 也就是明年的那個課綱裡面 因為明年還後年,107啦 課綱裡面把程式的課程也納入了中小學的課程裡面 什麼?荼毒?國家幼苗嗎? 不會啦,因為其實你看 學程式的目的不在於說你要學很深的 各位有沒有不在這個年齡範圍裡面的 你可以先離開沒關係 有嗎? 4歲到104歲都可以學 那你就知道這個會不會很難 應該不會啦 所以我們往下看一下 來 那 這位認識嗎? 馬拉拉 有聽過嗎? 他去年的諾貝爾獎和平獎 對不對? 好,那這個呢 最近應該是從2012還是2013年開始 國外就有推一個叫一小時學程式 那一小時就可以學程式你就知道 程式不會很難 但是重點是什麼? 那些邏輯的判斷概念 所以為什麼會推到國小國中 在國中是選修,在高中是必修 目前的課章是這樣子 課章是這樣 那我們往下走 你可以看到就是像這樣子的 那這個呢有中文 有中文 它的那個範例裡面多數有中文的 所以也不會太難 你可以看到呢 在台灣 這個是今年的 就是他希望年底的時候可以達到20萬 不過呢 我上次有上去看一下 目前是少一個零 還很有的努力啦 但是沒有關係啦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那你看到呢 在這邊 我們就直接進到它的官方網站 在台灣這裡 或者你直接從這裡也可以 點進去 好 這是它的官方網站 那你要體驗一下 一小時學程式 就從這邊來 有沒有覺得都是你看過的卡通 只有第一個沒有 對不對 因為它不是卡通 這個是 這是什麼 現場遊戲啊 Micro 對吧 這是微軟的 那它最近也有推出那個教育版 有教育版 不過它是必須要付費 它是付費的 它是付費的 那星際大戰看過 冰雪奇緣也有OK嗎 都有對不對 那這一支更不用講吧 所以你們想從哪裡開始 學習要開心一點 自己決定 好 待會兒你可以試看看 你看下面還有 這個 原則上這些 都有中文的 都有中文的 那 我們要最簡單的 我可以先從這個 這隻鳥 憤怒鳥開始 哇 好 看一下 我再興奮先打開 憤怒鳥 憤怒鳥 它會跑到這個 叫做StudioCode.noir 其實現在學程式呢 就是積木式的 積木式的 就脫來脫去就好 所以語法的部分會比較OK 那麼你第一個 首先可以看到 只要是一開始 或者是新的概念 它給你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什麼 影片的說明 但是這樣聽不太懂的話 你可以叫它 字幕 麻煩你幫我變成 這樣子的 我比較看得懂 這樣這是第一個 如果你看不到影片的 你就直接看它的說明也可以 它就告訴你 這個可以怎麼做 好 你看二十關耶 也沒有信心 我相信各位一定可以的 因為你都在四到一百零四歲 那個範圍 對不對 這個其實也很適合親子 好 你來看一下吧 你看到這個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在寫APP的程式 也是這種方式 對不對 有沒有人有寫過APP的應用程式 Android的 好 那你看 你要它前進 有沒有發現這些程式都沒有中文 都沒有英文 所以你看 按下執行它就移動 那要移動幾個 一格 兩格 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你的積木丟過來 好的嘛 按下執行 恭喜你過關了耶 這樣知道為什麼四歲也可以會的嗎 哈哈哈 你就可以往下一關了 但你真的有寫一個程式 就是這樣而已 對不對 這樣你可以挑戰一下了嗎 萬一 萬一 你不行了怎麼辦 蛤 有時候會寫錯啊 比如說我這樣丟出來 糟糕錯了 請你把它丟回去好嗎 有看到垃圾桶 按著丟回這邊就好了 所以這邊 那有的可能轉方向呢 它裡面就可以怎麼樣 在裡面再去換 在裡面再去換 那你也可以拉開 拉到旁邊 我要先補一個這個進來 我就再補到下面來 這樣也可以 這個呢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這個是叫事件 發生什麼事件的時候 做什麼動作 是不是依序往下走 對不對 它就叫這個程式 萬一 錯了 這樣就吃不到嘛 它會告訴你 你好像用的不太正確的 你可以再試一試 或者你覺得 我這都不要 我通通不要了 有沒有發現 右上角又重新開始 從頭開始就好了 然後呢 最近我女兒在玩的時候 因為她第一天可能玩到 第八關 第二天 她想要繼續嘛 所以 你可以跳急嗎 當然可以 如果你覺得 啊 前面是要太易急了 你就直接看到 後面第幾關 你自己決定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給你試看看喔 好不好 畫面我先還給你一下 很快 再試一次 那是 你 我可以看 亞